ik tongo shake �日快 今天早上我们习得很早 经过20分钟的 层间的丛林漫步 我们到达了我身后的 TahuWassam principio TahuWassam queens 这是这附近最著名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腹部有一个非常大的池塘 比我们前面拍的腹部的池塘要大幅多 所以呢 这吸引了很多游泳爱好者来这里 它的水也很清澈 而且不是那么凉 OK 非常漂亮的地方 值得推荐哦 早上我们刚刚从我们昨天晚上住的酒店离开 现在我们是在回School City School City的路上 在回School City我们要路过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 叫做Lambo Beach in Bajang 叫做Lambo海滩 是在Bajang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海滩非常的原生态 非常的美 没有那么过度的商业化 这是一个很像一个小渔村 但是沙滩非常的白 水很清澈 Lambo Beach in Bajang 好 现在我们再去阿德金桑的路上 我们要去在这个Bohol River Cruise 去做这个Bohol River Bohol河上的一个漂流 那里的景色会非常的不错 我个人呢 非常期待 I'm going to die I'm going to di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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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演唱太棒了 OK 非常热情的人 很高兴见到你们 哇 他们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 乐感棒了 感觉到原始的东西 非常非常非常 你愿意跳舞吗 对 我非常想跳舞 OK 走 加入他们吧 哇 我尝试过很多的椰子 但这个椰子是最美的 最漂亮的 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的东道主给我们做了轻轻的准备 哇 美极了 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花真的太漂亮了 纯天然的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看 把椰子剥的这么好看 这一片子很大 那边的我看不见 看不见 这个花车 我看不见 这一片子很大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那一片子 我看不见 那一片子 然后一片子 这片子 哇 非常让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景色美极了 你可以看到这条小河流入大海 然后呢 可以发现海水和这个河水的颜色明显的不同 海水明显更蓝 然后呢 河水颜色是绿的 特别是你当做坐在这个小舟上面 在这大海上漂浮的时候 你会发现生命是如此的渺小 你那么的无助 总之 这次的经历特别特别的完美 我们一定要试一试